香浓浓的一杯咖啡是早晨的提神剂 更是许多国人不可或缺的饮料之一 从传统咖啡店到高档的连锁店 咖啡的价格都有所不同 这里是金文泰中心 第三道的巴萨 我的咖啡卖九毛钱 咖啡屋卖八毛 这里是厦门街 不必要是七毛钱 大杯八毛钱 这里是Amory Street 素食中心 所以我们的咖啡 传统咖啡都是一块四毛 我们这边是麦水威 小份中心 我的工作是金城浩 我的咖啡屋是卖六毛 咖啡是卖七毛 咖啡屋是卖八毛 5 square 咖啡屋是快六 咖啡屋国中快六 咖啡是快八 咖啡屋是两块 以一杯咖啡屋为例 最便宜的可以卖六毛钱 贵的则可以卖到一块六毛 同样是咖啡屋 为什么价格差距那么大 前线编导到咖啡粉制造厂 从咖啡的根源探个究竟 创立于1973年的映城咖啡粉制造厂 每天生产大约2000到3000公斤的咖啡粉和咖啡豆 其中部分供应给本地咖啡店和小贩中心的饮料摊位 负责人告诉前线 新加坡传统咖啡大致使用的是 罗布斯塔 阿拉比卡和利比里亚咖啡豆 不同的咖啡豆因为产地的关系 价格有所不同 世界上的咖啡豆基本上是分成四种 四种类型 阿拉比卡 罗巴斯塔 一个是叫做莱比卡 一个是叫做Axelsa 基本上本地用的咖啡豆豆是属于前面三种 阿拉比卡就是属于高原咖啡 它的种植会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价钱也会比较贵 像一些外地的咖啡 他们所谓的Espresso那些之类 他们都是比较喜欢用这一类阿拉比卡的咖啡 罗巴斯塔是属于印尼跟非洲 生产比较多 本地咖啡用的这个比例很重很大 还有那个另外一种叫做Apica 是在马来西亚种植的 马来西亚的话 他们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是南洋咖啡的味道 所以很多人喜欢在咖啡里面 加一点点酱的豆来增加南洋风味 基本上是这种 永辉说 一般咖啡店所使用的咖啡粉价格不相上下 一杯咖啡的价格其实受到其他因素影响 一般上我们的经验来讲 是说传统的咖啡店跟咖啡汤 他们都不会说特地去定制一个咖啡粉 主要还是说那个咖啡厂 他们的我们有一些自己有一些配置了一些 我们的这个配方卖给他们咖啡店 Benti咖啡他们有些 其实真正咖啡粉本身的那个 占一个咖啡的比例 一杯咖啡的比例其实不是很多 我们统计过大概最说是20%左右 其实真正可能7-80%都是那个厂电柱啊 人工啊 咖啡本本身的价钱 其实那个成本啊 还有那个甚至你说加上糖啊 牛奶啊这些成本其实不算不了多少 前线编导来到位于石龙岗的咖啡店 向福州咖啡酒餐商工会的会长 洪宝欣了解更多 洪宝欣经营咖啡店有20多年的经验 他告诉前线 咖啡价格主要受到租金和人工费的影响 不同咖啡店的租金啊 地位地点不同啊 他们的租金范围啊 可以从8000块到8万块不等 所以每一间咖啡店 他们的营运成本就不一样 所以他们所卖的那些咖啡 茶水啊 就一般上价格都不一样 我们讲说咖啡店的营运成本的话 比如说讲我们的员工的薪水吧 我们一般上到六个到八个的员工 包括投手薪水比较高 所以一天单单这些员工的薪水 就是400到500块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咖啡一杯卖一块钱的话 我们要泡四五百杯咖啡是免费 不用成本的才只是拉平而已 不同的因素牵动着一杯咖啡的价格 原料相同 最终所冲泡出的咖啡售价却不一样 像这家本地老字号亚昆 一杯咖啡屋卖一块六毛 加入淡奶的咖啡则可卖到两块钱 为什么还是有人喝 亚昆的执行主席说 他们将自己定位在精选咖啡店和邻里咖啡店之间 为上班族和想要在舒适 有冷气的地方喝咖啡的消费者 提供优质咖啡 有些人也许喝惯了一块六毛的咖啡 但是不同价格的咖啡味道真的不同吗 前线编导请来两位行家 针对不同价格的无糖咖啡屋进行实验 测试他们的味道是否一样 测试者并不知道所品尝的咖啡的价格 试验中的第一杯咖啡售价为一块六毛 第二杯为七毛钱 第三杯是一块四毛 第一位测试者是在咖啡市场有50多年经验的潘永泉先生 五分来讲我是第一杯给三分 第二杯也是接近三分 这个杯也是差不多这样的 通通是三分这样 味道差不多接近 味道是差不多 浓度 个人泡的嘛 浓度是这个最浓 这个最差 这个比较多 中间刚差不多了 三杯就是一二三这样排下去了 第二位测试者是咖啡粉供应商林永辉 其实三杯主要是它的那个 葱的那个厚度不一样 我感觉这杯的厚度会比较浓一点 三杯都是基本上都是感觉都是 Rovastar式的咖啡豆 那么我相信一般消费者会比较喜欢 这一杯的咖啡 因为它的浓度比较多 那么喝的时候你感觉到 它那个鱼韵比较多 我感觉三杯其实都是处于 大概是本地咖啡的那个水准 味道其实是看个人 你没办法说用价钱来判断 一个咖啡好或者快 这样子 时至今日 咖啡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传统饮料 而是一种休闲和生活习惯 有些人为铺鼻的咖啡香儿 而来 有些则是看价钱 一杯咖啡的价格到底值多少 还要看个别爱喝咖啡的人怎么看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你也开到八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独家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